中国国防部14日晚间发布消息称 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 双方当天在日本海东海相关空域 组织实施第七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这是2023年度中俄组织实施的第二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韩联社援引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 当地时间14日11时53分至12时10分 两架中国军机和四架俄罗斯军机 一度进入韩国东部海域防空识别区 停留约17分钟 未侵犯韩国领空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14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据了解 这是中国军机在国际空域进行的常规飞行活动 符合国际法 据俄新社14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也公布了俄空天军与中国空军 在日本海和东海空域实施联合空中巡航的消息 俄国防部称 此次联合空中巡航是根据俄中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实施的 不针对第三国 巡航期间在个别区段曾有外国战机伴飞 俄国防部指出 俄中两军飞机在巡航期间严格遵循国际法规 没有侵犯外国领空 在巡航结束后已返回各自驻地 2019年中俄首次在东北亚地区组织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后 在2020年2021年保持了一年一次的频率 这一频率在2022年得以加大 当年5月和11月分别进行了第四次和第五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今年6月6日 中俄在日本海东海相关空域组织实施第六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这表明中俄两军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一年两次已成为常态 此外 日本防卫省在14日晚间披露 此次中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 解放军出动了轰-6轰炸机 歼-16战斗机 以及运8电子战机 俄罗斯则出动了图-95轰炸机 图-14-2巡逻机 以及苏-35战斗机 军事专家宋忠平14日晚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国防部在消息稿中指出 这是中俄第七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明确对外界表示 中俄之间的联合空中巡航已是常态化 而从公布的地点看出 巡航聚焦在日本海 意图也很明确 为了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俄联合空中巡航的战机也都是熟面孔 以轰-6 歼-16和图-95 苏-35为主 此次俄方出动了图-14-2 中方增加了运8电子战机 这是一个远海训练编队的组成 宋忠平表示 作为前线侦察机 运8负责侦察和指引目标 强化对周边形势观察 同时中俄的战略轰炸机 实施远程打击 是一种战术上的配合 具有震慑性 在下午的组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